透过唐卡艺术也希望能够让台湾民众认识藏传佛教文化 由盟藏文化中心及国立台湾博物馆主办 中华台湾藏传佛教联合总会协办的藏传佛教唐卡艺术特展 即日起至11月23号与台博馆二楼回廊展出 吃斟主要展出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主师唐卡及藏传医药唐卡等计30余幅 涵盖各类材质不同形式与色调彩绘而至的唐卡珍品 那其实在唐卡大家印象中都是以这个宗教的部分为多 像是这个释迦摩尼佛啦 奥弥陀佛啦 百度母三尊啦 或者是四大天王等等 但是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唐卡呢 其实有一批很特别的像是还有医药唐卡哦 其实事实上在唐卡上来说如果就绘画的一个做法来讲 它可以分为彩绘糖卡或者是贴花糖卡 红糖 金糖 或者是黑糖 哦 不是我们吃的黑糖哦 事实上是指说它作画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打底呢 它是用一些矿物性的原料或者是金属的原料 以这个金糖来讲 我们看到它整个是散发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光泽 事实上它就是用黄金的金箔去描边 然后去做创作的一个结果 而在我身后的这个文殊菩萨的红糖呢 事实上这个红色它非常的漂亮 事实上用的是朱砂的这个颜料呢 去打底以后再去描边 然后呢师父们再去慢慢慢慢的去创作 他想要画出来这个文殊菩萨的一个样貌 那如果是贴花的这个糖卡呢 当然就是用不同的颜料啦 纸片啦 他们去裁剪以后 去把它贴出他想要看到这个糖卡的样子 战传佛教为盟障民族共同信仰之宗教 因此糖卡艺术和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持展期望透过战传佛教之宗教艺术展示 让台湾民众认识糖卡艺术及盟障文化 提供民众不同的文化视野 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 发辑新闻Lanage和佣台北采访报道